因为是烧烤嘛 所以说大概心里也是有一个预估的一个价格的 那进去之后他们家不是那种菜单或者是扫码点餐的 是要到那个冰柜前面 然后自己去拿那个串 串上面以及店家的周围是没有菜单的 但是因为经常吃烧烤所以也就没在意 海螺是跟生蚝放在一起并排放的 那我们大概以为跟生蚝价格差不多 丁女士说3月25号晚上 他在杭州转堂这家金街豪宅吃烧烤 结账的时候店员说他们消费了300多块钱 这个价格比丁女士预想的要高 他就看了一下小票 发现主要是一份白卓海螺比较贵 一个海螺45块钱 那个海螺就是正常大小的海螺 里面大概有4到5片肉这个样子 然后没有店员跟我们说 我们也没有看到家务表 如果说是当时知道是这么贵的海螺的话 首先我们可能会不太会来吃这个东西 那后面你去结账的时候没有给你出事菜单呢 没有出事菜单 只是出事了一个水单 他说他们的水单是没有问题的 价格法规定 经营者在销售商品和服务时 应当明码标价 丁女士当时挑了两个海螺 她说每个根生蚝差不多大小 当时觉得已经吃掉了 就照单结了账 但回家想想 还是觉得应该给店家提个建议 用菜单标明菜品的价格 让大家明明白白消费 菜单有了 菜单在哪里 你来扫一下 这里我们都是店子的 每个是白左海螺 对呀 这个 你们有标出来 对呀 我们平台 平台也是这样卖的呀 我们是坐在外面的 你们的人 接我们进来的时候是说 我们说看这些东西 他说外面没有菜单 让我们进来到这里来点 那我走到这边来看着点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价格 我问阿姨 阿姨很多价格也不知道 我们一般是看餐点餐 然后她可能也没问 可能也是我们舒服 这个也是我们的 摆在外面的 也是这种什么点餐 一个桌码 这个东西是吧 那那个 他说我们海螺太贵了 我点字太贵了 饿了吗 上面我们看 就是那种烧烤店 是30块钱一个海螺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价格有点超高了 我进价都二十了 我这个我又说 那您的进价是高的 是我这个有大小 我大的半斤一个 我甚至又花到二十五六块钱一个 你说我贵吗 我不是一个下 要卖出几百账 我是我进来二十五六 我小一点进来二十二三 我卖四十五 你觉得我这个利润有多少 文老板说 自己的成本里面 还有房租水电 员工工资这些 丁律师表示理解 他建议文老板 在点菜拿串的地方 贴一份纸质的菜单 文老板接受了他的建议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16ä6 178 198 0 198 223 218 201 2 2